中华民国企业经理协会 周六举行国家卓越成就奖 以及杰出经理奖颁奖典礼 协会以专业、创新、诚信、服务的信念 评选出台湾优秀的经理人 除了肯定得奖的人的能力 更着重在良知、良能与良心的敬业精神 中华企业会举办的国家卓越成就奖 及杰出经理奖的选拔 除了为得奖人带来光环 更重要的让更多经理人重视经营管理 才能面对国际经济的快速变化 增加台湾产业的竞争力 台湾透过优良的管理 我们人的素质、经理人的素质 能够胜于对岸或者是亚洲其他的国家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 这种根流台湾望远世界一个最好的机会 在台湾房仲业生根超过30年 期许顾客能在房产交易中 得到迅速、安全、合理的服务 一路走来以人为本的精神 这一次也获得国家卓越成就奖的殊荣 如果我们把利润看成是唯一 或者看成是最重要的时候 那么他经常可能为了要得到利润 就会牺牲到其他人的权益 所以其实最根本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在想利润之前先想一想看说 我们到底能够为其他的顾客 为其他的同仁 或为这个整个社会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除了本业的偏光片 现在更跨足到生物技术 医疗以及绿能材料 多元布局也积极参与公益 善尽社会责任 明基材料的总经理林田宇 获得这一次杰出经理奖的肯定 企业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服务社会 那因为企业也使用了非常多社会上的资源 我想在明基材料这边 最重要的是怎么把自己做好 然后能够回馈社会贡献社会 不做伤害社会的事情 评选过程严谨 把获得奖项视为最高肯定 这一次获得国家卓越成就奖 分别是信义房屋的周俊吉董事长 以及中国钢铁的周若琪董事长 杰出经理奖共有11类 20位杰出经理人获奖 新唐聊天电视高精能无疫情 台湾特别报道